听说你最近不肯吃饭 安婷 我不想吃 你疯了我吧 这可由不得你 你要是不吃饭 还怎么给抒情当人性血酷 现在立刻吃饭 安婷 我真的不想吃 我没有胃口 安婷 如果就这样死在你手里 也算是一种剑脱 你要是敢吐 明天我就带你妈来见你 少爷 好好伺候夫人吃饭 这些要全部吃 好的少爷 我爹进监狱以后 我妈就得了抑郁症 都是伴你所赐 你说错了 这所有的一切 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当初你害死我爸妈和抒情的时候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你有今天 卢安婷 我都说了无数次了 这件事情不是我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啊 你自己去问叶舒情 舒情从小在卢家长大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卢安婷 你真的清楚吗 你给我闭嘴 七年之后我来记得 你怎么来了 不是还没到七天吗 我知道还没有到七天 赵母娘去世 我作为一个晚辈 怎么也得烧烛箱嘛 安婷 我求求你了 今天是我母亲的头戚 你就让她安心的走 好不好 安婷 她就是替你这个女儿 提前下去给我爸妈赎罪 凭什么安心 陆安婷 你疯了吧 这里是我妈妈的灵堂 安婷 你以为你是谁啊 安婷 安婷 我求求你 自从你嫁给我之后 我的人就属于我 主人让你干什么 不需要挑时间 明白了吗 放开我 放开我 真索性 这个 就当做 我来参加你母亲的 葬礼的礼金 对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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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前 你的报告结果出来了 你怀孕了 明明过来买一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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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腰队宝宝 你们还会吃 现在开始要注意休息 不要记得一段 好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慕臣 你要告诉他你怀孕了吧 先不说吧 你也帮我瞒着他 好 一分 怕出来一半 让我能忘记 放开我 哦 哦 陆一 让老叶 给他弄点补气血的汤药 再告诉长妈 处理一下他腿上的伤 是 夫人 少爷让我帮你热出下伤口 扶什么扶 他把老叶夫人和我家书卿 看得那么惨 他烂在这沟窿里 可是 可是什么 我才是陆家的大管家 少爷对他失望扣顶 痛快之急 你使得可怜并不算什么 你把盆放下 飞出去了 夫人 这是滋补气血汤药 可以暖身 也是少爷让人做的 热水 以前我家生气和你玩的那么药 你是把你当做他最好的朋友 可你却把他害成那样 我和少爷能让你活下来 你就应该对我们感恩待的 我能亲自把汤药给你送过来 已经不错了 你竟然还支持我们做事 安清潜一天不熟 我在医院就一天不安生 爸 他要装多久 上次车祸 是他运气 不好了 你们又在闹地下 叶管家 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只有你和淑秦知道 叶淑秦 他是害人不成 反而害己 是那样 又如何 人不畏己 天之地名 怪之怪 你挡住了我家淑秦 成为陆家少奶奶的陆 要不是我跟陆家早就结为亲家了 说来说许 你当时是废人 夫人 想什么 可惜 热水是吧 我家淑秦真是命苦啊 要不是杀手共出真凶 真想不到夫人竟是这样的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 一直好抒情 罗总 您的恩情我无以为报 以后就算是让我为您当牛做嘛 我也是心甘的 别这么说 我爸妈生前从未把抒情当过外人 我自然也不会 再说了 抒情的意外 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都怪那个女人 药都是她 今天吩咐的补血汤药 给夫人送去了吗 送过去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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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死活不可喝 还把汤药眼睛打翻了 脾气都硬得很 我看他还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别开了 我们什么人 换你老师 把他们给我废了 我都带着 要是你坏口 好汤 快去医院 是 倩倩 倩倩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陆安婷 倩倩你说什么 放了我吧 让我死吧 想死 安晴浅 你的罪还没有输完 你休想用死来逃避 我不允许你死 必须要让你活着 安晴 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 难道我真的错了 三十六度 一超 浅浅 我不是才盯住你不要受凉 你现在怀了孕 你的身体就不仅是你的身体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穆辰 那个混蛋 我真不知道他的陆寒廷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也输清也是活该 设计陷害你不成 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结果就是你背负了一切 可是我没有证据 现在陆寒廷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看完病你就可以出去了 我劝陆总有了看别的女人的心思 不如对自己的正派夫人好 这是我的架势 与你无关 就烧了 没死就给我起来 回家 安京浅 你还真喜欢当狗啊 我允许你搬回卧室主 拉人 给夫人沐浴 陆寒廷 你不是让我赎罪吗 你确定 要跟我这个罪人 共处一室 我是这么说的 但是 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过来 比如 取悦我 陆寒廷 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你想做什么 我都不会反抗 你主动 跟我主动 这可不一样 更何况 你不是喜欢当狗吗 陆寒廷 你就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 我今天心情好 所以我给你一次机会 难道 你还是想像上次一样在灵堂 你 陆寒廷 你这个禽兽 比起你做的事 我做的 不算什么 你 你分开我 给我想逃 我告诉你 没有我的允许 你哪里都不许去 你别忘了 你那短命的爹 还在监狱里 只要我一句话 可以让他在那里待到死 你 来吧 上次放了你 这一次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要试图反抗 你又哪里不舒服 寒廷 我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我怀 喂 什么 说去醒吧 好 我立刻过来 有什么事 以后再说 我答应 Luther 跟我说 我 让你再说 我 我 我 你 要 是 我 你 浅浅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别怪他了 寒天哥 你也别怪浅浅了 他只是怕爱你 提他干什么 你刚醒 别的别想 好好休息 寒天哥 我想出去走走 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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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误会 寒天哥哥只是陪我出来走走 医生说我总是闷得不好 浅浅 我希望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安晴晴你什么意思 他是怎么了 应该是身体不太舒服吧 我待会帮你去问问吧 可是 我有点想吃东西 你帮我去买点吧 好吧 安晴晴 是不是怀了寒天哥哥的孩子 这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可是未来的陆太太 安晴晴 你以为寒天哥哥还留女在陆家 是因为他爱你吗 别搞笑了 他留着你是为了继续折磨你 他说你是他见过最恶毒的女人 叶淑琴 你做人的底线怎么能这么低 为了除掉我 甚至不惜孩子伯父伯母 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你怎么知道 那又如何 只要是我跟韩晴哥哥之间的阻碍 都该死 你太恐怖了 如果你错了 就算没有我 陆寒天也不会喜欢你 你胡说 要不是你 我早就跟韩晴哥哥在一起了 你看到这个戒指了吧 这是陆家祖传的戒指 你 伯父伯母给我的时候 说这个只会传给陆家的媳妇 这是我的你给我 安晴晴 你生来就是安家大小姐 而我只是管家的女儿 你已经拥有一切了 为什么不能把韩晴哥让给我 出身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也不是你能做坏事的理由 得不到的东西 向来只会硬抢 戒指是 人也是 这个戒指 你永远都不会得的 安晴晴 你给我站住 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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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书晴 书晴 我的腿好疼呀 我送你去医院 好疼 安晴晴 又是你 安晴 不是我 都密嘴 整天正风车速 你不累吗 我们好歹是一起长大的 你到底要把受情害到什么样子 你才满意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 老爷 我爸在找你 哦 我马上来 你身上怎么了 没事 安晴哥 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下 摔能摔成这样 你今天不是跟浅浅出去外面玩了吗 我去问问他 安晴哥 安晴 感觉你今天一天脸色都不太好 怎么了 晴晴 我发现你的嫉妒心越来越重 我跟书晴的关系 你不是从小就知道吗 我希望你自己改看 不要让我一次次失望 义书晴 我想找你聊聊 好呀 那明天金融城见 明天下午金融城 车牌号还A25770 我死了壮 书晴 你去哪 晴晴约我出去呢 我很快就回来 嗯 注意安全 爸妈 书晴你要去哪 自中城 我们正去公司 顺路呢 烧你一程吧 那好吧 走吧 安晴 晴晴 你害得我家 心情还不够惨吗 你要害他到什么地步 你才满意啊 不是我 老爷 放手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没什么想说的 还没恶恶 前脸呢 本书请道歉 明明是他跑到马路上 被车撞 我凭什么道歉 安晴姐 我看你是越来越暴死了 前脸说的对 这件事情不怪他 道歉 安晴姐 你跟我回来 卢安晴 早知道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宁愿当年死的人是我 现在 我爸进了监狱 我妈也因为这件事情 抑郁而亡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安晴姐 你有没有想过 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是你 不是我 卢安晴 如果现在躺在那里的人是我 你会相信 会难过吗 没有这么多如果 现在事实是 书情是因为你而再次受了伤 你必须要向他道歉 卢安晴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事实 我没有做过 就是没有做过 我是不会给他道歉的 这三个心肝的感觉 感觉我心肯的死 非非非 非非非 医生 抒情情况如何 已经没什么事了 医生 您检查可不能马虎啊 我们家抒情之间是事故中生长 已经确认过了 没什么问题 不是医生 医生 汉婷哥哥 监控视频发给我了 那辆车击杀了 根本没有碰到 你应该是惊吓过度 嗯 我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书情 你去卫生间找浅浅到底说了什么 汉婷哥哥 我没有说什么呀 我就是想跟浅浅冲个雨好 但是他不愿意 我一时激动我就跑出去了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没有看路 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 我公司还有事 就先走了 汉婷哥哥 你走 巨蚂坏 你走 上阵 已了 你走 你走 快跑 你好 你走 我的一口 你走 你选 我 我 你走 你走 我 儒猛 請對 郭韓廷 我喜欢你 哦 哦什么 你不喜欢我吗 不过现在不喜欢也没关系 本小姐这么漂亮 不喜欢可是你的损失 喜欢你 我可不喜欢一个小矮子 说谁小矮子呢 我还会长高的 等我长高了有你后悔的时候 好啊那我等着你 哎你等着我 怎么了 笨手笨脚的 姐姐怎么来医院也不说一声 我也好拿些安腸药给我 谢谢你啊牧尘 姐姐你怎么哭了 很张 怎么 那个信尹的能碰你 我作为你的丈夫 不能碰你吗 安婷 你又在说什么 上次我已经警告过你 不要和那个信尹的来往 你是把我的话忘了 我看 你是不想让你爸在监狱里面好过 安婷 你怎么对我都行 但是你千万不要折磨我爸 他年纪大了 他操不住的 安婷 你放过我吧 放过你 那要看你怎么表现 来 我一回来 我一回来 了 我最后想让你 我一回来 累了 他 不是说什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人承担的 爸 这是跟你没关系 傻孩子 爸老了 能看到你幸福 够了 快走 爸 放开我 罗安晴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害死了我父母 还害得舒情成为植物人 进去坐牢的应该是你 既然你的父女情深 你爸愿意气你坐这个牢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于你就乖乖待在我身边 输情输罪 爸爸 爸爸 陆总今天怎么不陪你的抒情了 我今天陪你过生日 提他干什么 给你的 看你喜不喜欢 喜欢 谢谢啊 陆总 那我跟你戴上 倩倩 你为什么就不能多听话一点 喂 老爷 怎么了 陆总 舒青做了噩梦 到处找你 我说他不听 他就我不注意 坐着轮椅出去了 好了 我知道 我现在过去 汉廷哥哥 你这刚恢复好 最近就不要乱跑了 汉廷哥哥 我刚才做个梦了 我好害怕呀 不过你来了 做什么都好了 对了 今天是浅浅生日吧 真是对不起 你应该在家陪他过生日的 要不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没关系 我先陪你 要是让他知道了 没事 现在陆家只有你和老爷 你们俩 都不需要事 干吧 干吧 我好想他们也喊你 饿个 好吗 这就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婷 你干什么 一个廉价的破玩偶 烧了也就烧了 值得你不惜烧伤也要捡回来是不是 这不是廉价的破玩偶 这是我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那个新颖的送的生日礼物就这么重要吗 你知不知道我送你的那套首饰值多少钱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那个男的送你东西就这么好 你早说你喜欢人家的东西 放开我 这样的破玩偶 我能送你一车 妈 心疼了 看着她被烧光吧 你不是喜欢捡吗 你去捡吧 我不拦着 张妈 带夫人回去 今天不允许她出来 是 韩宁哥哥 这样不太好吧 会打扰到你跟钱钱了 没关系 我已经让人打扫出一间客房 这两天就暂时住在这儿 谢谢韩宁哥哥 来 老爷 把书情的轮椅拿下去 是 陆寒婷 你不让我跟尹慕宸打电话 自己去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来是吗 书情不能走 你是知道 我没有顾在这里听你闹脾气 从前不是那样的 你听我解释 是因为我走不了路 韩宁哥哥才抱我的 韩宁哥哥 你快放我下去吧 我放你下去 你怎么下来 陆总 我早说书情不能来家里住 夫人嫉妒心 强 书情在这里的处境只会越来越危险 有我在 他不怀 你怎么不处理烧伤 烧伤不是小事 容易感染的 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为什么不帮夫人处理伤口 不是的 少爷 我从一天 夫人不时不说 私人医生来帮她处理伤口 也得太给吼出去了 所以 浅浅 要不我来帮你处理伤口吧 我学过一些处理伤口的 这个伤口不处理 你离我远点 夫人 我女儿只是好心想帮你 你又何必这样对她呢 安清浅 闹脾气也该有限 不要一而再三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陆韩宁 你今天是一定要她住下来是吗 好 那我走 你敢 你敢 要不我走吧 浅浅 韩宁哥你们千万不要为了我伤和气 女儿 你没事吧 爸 你带我走吧 我本来就不应该来这里了 你满意了吗 闹够了没有 闹够了跟我回房间去 叶淑琪 叶管家 你们妇女她演的真是一出好戏 既然陆韩廷让你们住下来 你们就住下来 我走就是 千千 叶淑琪 你们去追吧 必须已经这么晚了 没关系 她只是一时闹脾气 过一会就快回来了 他也是 你很晚了 你不得了 他也是 今天 好 他也是 他也是 女儿 有 他也是 我的 天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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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麼事 安晴 救救我 我做成活 你又在說什麼 安晴 我懷孕了 就算你不救我 你也要救救我們的孩子 安晴晴 你不要再鬧了 我現在在陪淑晴 你趕緊回來 安晴 我真的沒有騙你 我 安晴晴 你自己說的話你信不定 你每次都有持有 怎麼可能懷孕 安晴哥哥 我這腿有點疼 可能是剛才不小心碰到了 安晴晴 在外面呆過了就都不回來 管你死在外面 別人都不知道 你聽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姐姐 姐姐你講話不得有這姐姐 姐姐 我 韩天哥哥 韩天哥哥 这里有没有个叫安晴的病人送过来 安晴天家庭在这 不是 我是她的丈夫 病人世界过多 现在继续输血 我可以 出我的 我是后行血 千千 千千 陆韩天 你还知道来呀 你还知道关心千千 没有资格叫她的名字 陆韩天 你知道千千躺在狱里躺了多久吗 血医治了 陆韩天 你究竟有没有心啊 我还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事 我自己的妻子 我自己照顾 隐医生要是没有事情 你就可以走 千千 千千你醒了 你有没有觉得那里不舒服 有什么想吃的吗 陆韩天 我离婚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离婚吧 你放过我 安清千 你凭什么跟我提离婚 你以为你有这个立场吗 我真的累了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吧 怎么 现在知道要脱离我了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 没那么简单 既然你门事了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书情 你好好休息吧 姐姐 乌晨 我的孩子 对不起小姐 我们没能抱住她 乌晨 你能帮我 我跟忙吗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给我把安清千 送出来 千千 乌晨 谢谢你啊 我的身体 已经差不多好了 你跟我客气是吗 我这个公寓啊 连我家里连人都不知道 你先安心住着 不用了 我也差不多该走了 一直在你家里住着 也不是什么办法 而且 陆寒婷还在到处找我 我不能连累你 你们俠主过 陈寒婷 没关系 那天 你在外面还好吗 可惡天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走吧 怎么了 爸 怎么了 爸 安叔叔被查出了外周期 因为是监狱里面的饮食不规律 再加上过度操劳了 能救吗 能救 但是后续费用有 大概要无关 不过前天 钱的事也不用担心 我来下班了 不行 我已经签了你太多人情了 而且最近饮食集团 秦姐 人没有 虽然我只能拿出了一个 但暂时也能给对人的事情 好吧 这一百万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什么 你看到安清浅了 还有他那个饭剧的爸爸也出狱了 韩婷哥哥 你回来了 韩婷哥哥 找到晴晴了吗 没有 你有他的消息吗 韩婷哥哥 你今晚 我今晚还是住在公寓里 为什么呀 自从浅浅不见了之后你就不在这里住了 你留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要我怎么办呀 老叶不是在吗 我要的不是这种陪伴 韩婷哥哥你知道的 别淑青 你从小在卢家长大 我爸妈把你当成干女儿 我也把你看成妹妹 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 你也不要多想 可是 你要是觉得住在这里孤单的话 我会安排人帮你搬自己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这里是你的房子 你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眼下还是先找到浅浅吧 我比较担心她 安清浅 过去这么久了 你居然还没死在外面呢 叶淑琴 你的腿好了 我的腿早就没事了 人只不过是装的样子吧 你要干什么 你放心 韩婷哥哥他不知道的 看安叔叔这个样子 我猜你现在应该很需要钱吧 看你现在过得这么惨 念在过去情分 我可以帮你吧 我有一个朋友 急去肾脏急救 你如果愿意捐献一颗肾出来 他可以支付你一百万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现在害你我也得不到什么 交易放在这里 安叔叔的身体可就把握在你自己手上 想通了打电话给我 业书琴 我到了 你人呢 这里不是珍贵医院 业书琴 你又骗我 这怎么能算是骗呢 卖去黑社也是卖 你放心 只不过是挖你一个圣而已 钱少不了你的 叶书琴 你这样子是犯法的 你就不怕你进监狱吗 进监狱 我背后还有韩婷哥哥呢 他怎么舍得让我进监狱呢 不管出了什么事 他都会求白 陆韩婷 所以这件事情 是他默许的 你说呢 没有韩婷哥哥的受益 谁敢这么做 所以那一百万 你会给的事吧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密码是韩婷哥哥的生命 只要你能醒就能寻出来 我从中的一寸有一寸 将我的心宽穿 有一番有一番 打出了一半 让我能保持痛感 倩倩 你前两天干什么去了 我出去买了点东西 爸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这两天好多了 病人加索 这次缴费单 赶紧去把费用解清一下 你们拖了太久了 好 我交 姐姐 我这病很严重啊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了 放心吧 爸 陆寒婷给了我一笔分手费 你放心 你的病不难治 只要你好好听医生的话就行了 什么 找到安静抢了 是的 陆总 看起来夫人好像在到处找工作 让我夫人带回家吗 找工作 消息放下去 哪家公司敢录用它 就永远不要和我们陆氏集团合作 是 安清前 跟我来吧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我怎么好像在哪里 啊 我是第一次来 听说这只需要赔酒 工资能给多少 工资加提成 一个月想起来没有问题 拉我们这儿的客人非付几倍 小费给的很多的 那确定只需要赔酒是吧 当然 我们从来不做非法的事情 不过你第一次入行 工资可开不了这么多 底线五千提成靠自己 今天可以上班吗 可以可以 今晚就可以 谢谢红姐 喂 顾总 我今天收到一片简历 我一会儿发给您看 这是你的第一单 里面的客人看了你的资料 轻点你进去 好好加油 好的红姐 好 好 怎么 客人点啊你 才俩就要走了 这新来的还挺有个性 不错 我还喜欢 钱还赚不赚了 过来 你能玩多大尺度 我只负责陪酒 其他的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 这是这儿的规矩 在这里 我就是规矩 醒来的 你恐怕不知道 黄婷是陆氏子 他是陆氏集团的CEO 你跑不掉 喝光他 那看见 这么应该也是难的不好吧 怎么 你怜向西域 你替他喝十杯 喝光他 我给你十万 我给你十万 陆总 签 好 我说到做到 你不请 这笔钱可就没有了 好 谢谢陆总 好 还是陆总 我也来 妹子 这里一打十万 你拖一件 拿一打走 怎么样 那老板 他要说话算话 算话 当然算话 我 在我心里的所有痛苦仇 你的事也给自己 自宝 所以 时间不对 还是我 不许的 找到 白鹅不愧心滚不牙 就像我陪 把手心空下的他 时间怎么就 好 晚霞 我们笑着说 没有办法 找到的 白鹅不牙 够了 安清浅 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真是下贱 陆总这样的人 自然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 安清浅 难道是安家大小姐 不是 只是恰好同名罢了 曾经孤傲跋扈的安大小姐 竟然沦落至此 真是让人唏嘘啊 脱啊 安家大小姐的裸体 想想这自己 脱什么 你看她这副样子 要什么没什么 那我要什么 看什么 今天我没有心情了 都给我滚 不是 还听你 滚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安清浅 一年前你擅自离开 现在居然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不起陆总 我明天就辞职 我保证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辞职 说的倒是轻松 我猜你应该很缺钱 这跟你没关系 早知如此 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可你离婚 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情 你 我 安清请我告诉你 就算是要离婚 也必须是由我提 好好干 过段时间我来看 表现得好的话 钱自然不会少你 你 还要 我 还要 你 还要 我 辞职 你再来一天不到你就要辞职吗 是我个人的原因 辞职也行吧 但是 你刚刚在包厢打了那些瓶子和杯子 可都是我们路总从海外店的包专货 一定要20多的 这把这些时间结一下 就可以走了 可是那些杯子都不是我 或者是因为你伺候的更好 才会砸烂杯子 我当然要把这一张 现在你的 是啊 我说 你是不是跟我们都走了什么仇怨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 针对一个女的 没什么 我先不辞了 对 这就对了 老子讲完就是正常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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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说吧 这得想怎么弄爱金钱 这么做是不是太狠了呀 我看他陆汉廷这爱金钱还挺关心的 关心 汉廷哥哥如果真的关心他 怎么会让他吃饭陪酒 行 我可以吗 不过 你这次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安小姐 你父亲上桌的费用记得去结一下 好 你在哪里 赶紧回来上班 快到时间了 好的红姐我知道了 张总 我说这家伙子不错吧 黄庭新招的可会晚了 安金钱 过来 张总 你要喝点什么 你把这冰酒给我喝了 我给你补水 好 张总 干喝没意思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 把他带上 快 张总 我只能陪你喝酒 装你妈男性 上次来衣服都能脱 今天他妈都装上孕女了 怎么 看不下我们张总 你这样 我给你一百万 带上他给我跪下 快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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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 这两声 我陪你两百万 笑不笑 我本来不是 你带一百万 我去 你一百万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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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太 小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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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現在爬到那 把那瓶酒給我喝吧 我這樣給你原代了 回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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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你讓你 啊 我讓你聽聞吧 我讓你聽聞吧 啊 請想不想跳嗎 哎哎哎哎 这酒度就挺高的 书人命 老弟啊 一个陪酒在进 你能值几个钱 倩倩 倩倩你醒醒 倩倩 路总 这就一个陪酒 赵明 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对我的人动手 路总 我不知道 他是您的人 真真 我告诉你 今天安清浅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了你们的狗命 千千 安清浅 你就这么爱当狗吗 我告诉你 你就是要当狗 你的主人只有一个 钥匙呢 开锁 梦姐 去把医生给我叫来 安清浅 你给我清醒一点 看什么都给我转过去 怎么样 还冷不冷 清浅 安清浅 我说了不能再喝了 我已经喝了半瓶了 你给我 我只要喝 我说了不许喝就是不许喝 安清浅你是笼子吗 张总 你看我已经喝完半瓶了 要不你给我一百万 多少钱 一百万 张总说 只要 只要我喝完那瓶酒 他就给我一百万 很好 很好 张总 请 张明 他敢跟你一样 你还真敢 不好意思啊 你走哪 张总 张总 陆安清 我本来马上就要拿到 你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是黄庭的老板 凭我是陆安庭 黄庭里的公命 夏浅倒给别人做赌注 又怎么能值得一百万 七十 七十 陆一 叫医生 我 路总医生来了 我是你 你要的那个医生先在国外 我替他来一趟 秦潜 滚出去这里不需要你 陆安婷 我现在没空追究你 到底对秦潜做了什么猪狗骨中的事 你如果不想让秦潜有事 我劝你不要动 我还听 混蛋 你发什么神经啊 拉丁是不是你占了进去的一颗心 别这么喝这么多酒 简直就是在杀人 这怎么回事 你还有脸 无论能做出这种事的 除了你还有谁 就算不是你亲手做的 没有你的允许 谁敢对秦潜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不可能 我从来没有 你就是个畜生 这么难看的伤口 一看就是黑市里面那些没有刑依资格外行人干的 秦潜当年真是瞎了眼在看上 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路易 车 你 韩婷哥哥 这是浅浅 快让开 别耽误我路 韩婷哥哥 浅浅他怎么了 医生说他需要安静 你给我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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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他稍已经退了 不过病人刚做完换治手术不久 身体非常虚弱 再加上他功劳已经久了 胆体恢复 还需要一点时间 谢谢医生 倩倩 倩倩 你说什么 救我 不准 救我 安清浅 做梦都梦着别人的名字 是你 怎么 醒来见到的不是那个信尹的 你很失望 没什么事我去上班了 安清浅 安清浅 你对自己身体状况没点数目 不许去 我说不许去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一百万 你赔我睡 我就是在捡 也不会要你的臭钱 怎么 先签少 两百万够吗 我说了我不要 安清浅 为什么别的男人可以 我就不行 对 救你不行 陆总我求你放过我 我现在就是下水道的老鼠 我求求你高台贵手 你的人生就算是没有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我不一样 我真的很需要钱 现在我的罪也输完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你就把我的命也拿走 安清浅 你终于承认了 以前你的嘴不是很硬吗 你的骨气呢 这就没有了 是 没有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罪有应得 安清浅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不要听你说这些 放开我 你要是再反抗 明天我就派人去找安云 你 你不要找我吧 你又要去哪儿 我要去上班 那两百万我会打到你账上 今天哪都不许去 我好待着 可好夫人 把这件房间锁了 不是要去上班吗 怎么还不去 怎么 没有陆寒婷的允许 你敢私自放我走 那我什么不敢的 就算我放你出去 寒天哥哥也不会怪我 你为什么帮我 就是看不惯你在陆家 巴不得你赶紧滚出去 要去赶紧去 爱业 你好老板 我是今天为你服务的莉莉 爸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吗 我说不吓死我 这是建国的人的下检公公 所以才瞒着我 不是的吧 你妈妈要是三千有点 我该把你出来干这个 你让他容不可迷糊啊 叶淑琴 是你把我爸带到这儿来的 我正好去医院看你吧 结果他好像并不知道 你在这种地方 我就带他过来看看了 你 你别质叶淑琴 这是咱俩的事 爸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你看別動小潛說 沒有這個內心是這麼來的 我念也死了我 我愛你當天堂堂的大小姐 竟然倫敦的讓葉納貝騰小姐 我出去丟人呢 爸你冷靜一點你別別 別逃我爸 爸你怎麼了爸 別管我 你別管我 你就算了 爸爸爸 病人受了巨大刺激 現在情況有點危險 你先外面等一下吧 叔叔原來身體都這麼脆弱了呀 方天 你可別再氣叔叔了 你敢罰我 我告訴你 你欺負我可以 但是你不能動我爸 如果我爸有什麼閃失 我搖了你的命 我怎麼知道叔叔身體已經這麼嚴重了 再說你去葉總會當小姐 又不是我讓你去的 工作你自己找的你快 救命啊 救命啊 安清清你給我住手 哈利哥哥 叔小姐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我沒事了哈利哥 安清清 不是讓你在家裡嗎 誰把你放出來的 陸安婷 你每次都只會怪我 你怎麼不問他幹了什麼 算了 反正你問他你也問不出什麼了 在你心裡 我就是一個惡毒的女人 安清清 你在胡說報道什麼 韩天哥哥 今年我本來是要去看安叔叔的 結果安叔叔身體意外出了狀況 所以錢錢的情緒才比較激動的 你就別怪他了 現在還是安叔叔的身體情況比較要緊 安元怎麼了 安清清 這就是你需要錢的理由是嗎 這是我的私事 跟陸總沒有關係 反正我自己會賺錢 賺 你怎麼賺 你這卻破了了身體 除了我 你還想賺哪個男人的錢 賺哪個男人的錢都行 救你不行 陸總 吳怡 索夫人回家 我不走 不要等我爸醒來 你現在不走 我敢保證 你永遠見不到他 陸一 要是我發現 誰私自把他放出來 就給我滾出陸家 人 對 進來 韩天哥哥 你就別生他的氣了 錢錢他 你早就知道安遠德的絕症 我只是知道安叔叔出獄後住院了 我就順便過來看看他 那安清清是誰放出來的 老爺和張馬 他們沒有這個膽呢 錢錢一直求我放得出來 我 你雖然住在我們陸家 但陸家什麼時候有你說了算 我沒有 韩天哥哥 明天就給我搬出去 房子已經跟你搞了 韩天哥哥 你這是在趕我走嗎 你覺得是 那就是 韩天哥哥 你不要趕我走 明天的話 我想再說第二遍 韩天哥哥 是 安遠的病還需要多少錢 你去把他的醫療費截一下 放我出去 夫人 你可別惹了你是錢 陸一 我求求你了 我爸需要交錢 醫院等不了的 你幫我開一下門吧 夫人您也告訴 您付錢費用 陸總你幫助交錢 夫人 進度時間到了 您可以出來了 夫人 少爺還說了 太已經把您從黃庭辭退了 黃庭 黃庭不會再陸佑敏 你就別白白跑一趟了 爸 哎你好你好 這個房間的病人呢 您是說安遠嗎 他已經被人接走出院了呀 陸 今天舒晴要搬出去了 東西都收拾好了嗎 都收拾好了 感謝陸總這段時間 給舒晴的照顧 可惜舒晴的腿沒有好 這泳池 夏天就浪費了 感謝陸總的好意 舒晴的水性太燙 就算他的腿是好的 也不會下水游泳的 舒晴不會游泳嗎 是啊 小說現在學過 我一直都沒有學會 我沒有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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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一 pacing 她跌倒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真是吓死我了 谢谢你 书琴 嗯 不用谢 你没事就好 抱歉 我不小心把你的项链弄断了 没关系吧 你也有这吧 难道 当年去活的人 不是书琴 喂 陆总 叶书琴正在跟夫人见面 继续盯着她 有痕迹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取消了我们的合作订单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什么角色 我那天不就是玩了 那个新来的小姐吗 你看上了你不早说 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人 一个破鞋嘛 至于吗你 你说谁是不鞋 我 张明勇特殊癖 你我都知道 那天你是故意带她去的 对不对 不是 既然是故意的 那就要付出一些单击 明天我会取消 我们两家所有的合作 别啊 韩婷 都这么多年交情了不是 这事可不赖我 都怪那个叶书琴 都是她的主意 你说什么 谁 站住 请问你找谁 我要找陆韩婷 找我们陆总 有预约吗 我是她夫人 我找她有事 你帮我把她叫出来 陆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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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等我 你说是她夫人 就是她夫人 我们陆总 还没结婚呢 想高盼 她的女人多了去了 你赶紧走吧 要不然我把你丢出去 我真的是 你帮我叫一下吧 陆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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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你还来劲吗 是不是 你俩 把你给我丢出去 去查一下叶书琴 把她这几天的情统 全部告诉我 放开我 你 外面怎么了 陆总 是这么回事 外面有个女人 自称是你的夫人 吵着闹着说要见你 我刚把她撵出去 不过看她那样子 好像还不太死心啊 夫人 秦浅 谁给你的权利 在陆氏动手打人的 陆总 这个女人 真是你夫人 你又发什么疯 陆韩婷 我明明都照着 你说的话做了 你为什么还要动我爸 我没有动她 你在说什么 你把我爸藏哪了 你说呀 我没有动过安月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安清姐 只要你求我 我就会帮你 求你 我恨不得从来都不认识你 我所有的苦难 都是从爱上你开始 安清姐 你爸不见了 你是一点也不着急呀 是你叶水清 你把我爸藏哪了 你告诉我 你放心 你爸好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带你去见你爸 什么条件 你去死 叶树琴 你这些年折磨我的还不够吗 你真心 你真的很爱演 这些年要不是你 我早就跟韩婷哥哥在一起 我本来觉得留着你 你慢慢折磨你 我很高兴 但其实并不是 只要你还活着一米中 韩婷哥哥他就不会看我一眼 我今天算了 求你了 你赶紧去死好不好 你放心你爸的病 我一定给他治好 我凭什么相信 这些年我要的 从来就只有韩婷哥哥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 只要你死了 我一定好好重新做人 你看你爸好着那一点 叶树琴 本来我对这个世界 已经没什么留恋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爸 我希望他下半辈子好好活着 也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否则 我做鬼都不会放 顾总 这里就是安家就职 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秦浅 陆总 不好了 陆寒婷 我今天的一切 都是拜你所赐 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 就是遇见你 爱上你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早知会这样喜欢你 当初我就不应该 与你有任何的交集 这一切错都在我 我这辈子再也不见你 希望下辈子 永远都不要再见 永远都不要再见 清雪 哎清雪你跟我下来 安清雪 安清姐 我现在命令你 从上面跟我下来 陆寒婷 直到现在 你还拿我当你的物品 有什么话 先下来好不好 你不要冲动 陆寒婷 你现在愿意听我说话 反正我说什么 你也不会相信 我信 你是下来好不好 你说的对 是我害了叶淑琪 像我这样的罪人 就应该下地狱 安清雪 你跟我闭嘴 我现在不要听你说这些 陆寒婷 我叫单身绝 陆寒婷 我们两亲了 陆寒婷 有底寸 我的心关 有一番 有一番 怕出来一半 让我冷 陆寒婷 陆寒婷 过来 我要救陆寒婷 我要救陆寒 陆寒婷 陆寒婷 你们不能带走他 七哥 他是我的人 谁都不许带走 姐姐 我还记得我滚开 姐姐 姐姐 可不是因为你 前几年不会落到自杀的下场 都是你逼的 你在胡说什么 我胡说 几年来你跟姐姐带来的什么还少吗 他怀孕你不在 他只是我流传你不在 他当黑身被人挖肾的时候你也不在 你除了伤害他你什么都给不了他 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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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天没有骗我 他那天没有骗我 都是你 浅浅才会死 他现在终于解脱了 就不要再拿你的脏手碰他 浅浅 陆总 陆总 这是叶小姐当年的手机数据 虽然已经删除了记录 但是我让记事部刚恢复了 根据结果显示 在出车后的前一网 叶小姐跟几个陌生电话通过号码 而那几个陌生电话 就是当年那几个肇事者 虽然当年是夫人先约的叶小姐 但是我去牢里问了那几个肇事者的情况 他们称 是叶管家和叶小姐串通一些 给他们的语句 让他也撞死夫人 那好像车子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才撞上了老爷 陪老夫人和叶小姐那辆车 叶书强的主持一生呢 带来了 带尽了 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城市混下去 就把你知道一无一时都说主 陆总 这真的不管我的事啊 都是叶小姐吩咐的 是他让我配合他的 也就是说 发生车祸的时候 他并没有伤到腿上 他当时确实是受了重伤 但根本就没到出人的程度 在医院治疗一两个月就好了 您不来医院的时候 他都是自由活动的 因为您的心疼 他都能提前知道 只需要在您回医院之前 提前躺好就行了 陆总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知道都告诉你了呀 也说行 韩天哥哥你找我 你有空吗 有啊 那你回了趟路家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韩天哥哥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浅浅呢 他死了 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 你不知道吗 浅浅他跳楼自杀了 你还好吗 韩天哥哥 你别伤心了 没有浅浅 还有我呢 我这次把你叫来 有些事情要问你 什么事情啊 你的腿 好了没有 还没好呢 我也想快点站起来 否则我腿还多不争 我再问你一遍 好 杜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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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 路总 我女儿她不会怎样 会出人命令 救你快救她上来啊 她不会有 那她当年是怎么救的我 看你先救她上来啊 我求你 把她捞上来 叶淑晴 你好不要脸 不是你做的事情 你认领的如此光明正大 韩天哥哥 对不起我不敢 也就浅浅那样的性子 才不跟你计较 这不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 不是那样的韩天哥哥 我就是一时鬼迷的心窍 我才那样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鬼迷心窍 我看你根本没有心 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全部说出来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做错的事情 我认错 你不要生气 没有了是吗 据我所知 你做的错事 可不止这两件 你不是喜欢装残琴 那好 你就永远地站起来 陆依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是 不要 韩天哥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韩天哥哥 我不能这样对你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浅浅 你顾兄杀他不成 自食其果 却把一切责任 推在他身上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的不止这些 刚才我给过你机会 可惜你不珍惜 我想去 你是 陆韩平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他爱清浅到底有什么好的 就因为他出身好 就因为他是安家大小姐了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这跟出身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 你根本不配和浅浅相提并论 现在我多看你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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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放过淑青 他年轻不懂事 只先做了一些措施 你要打要法 都由我一人承担 我求你放过我去 措施 你现在千千死了 你把这些都说成措施 你放心 你们妇女俩 谁都别想逃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刘海铁 你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今天是浅浅的头七 你却让我放你出去 浅浅留掉了我们的孩子 还被你挖了肾 你说我要怎么做 才能给千千结妻 你不能这么对我 陆一 我要他的一颗肾 还有子宫 陆海亭 你简直定不是人 你以为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如果你当初信任他的话 他就不会落到如此下场了 你别想把自己摘干净 你给我住口 陆一 待会儿不许跟他打麻药 是 陆总 曲线和曲子宫的手术都成功了 但是 整个手术还失败了 罢了 他再怎么成 他也不是千千 而且他手术醒来之后 我感觉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那就送到救生病院 把他关一辈子 是 千千 对不起 能不能回来找我 那些伤害你的人 我已经替你报了仇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 千千 求求你来找我 陆总 你已经在里躺三天了 公司可不能没有你啊 是 再让我躺两天 说不定千千 就回来梦里看我 你说什么 我知道了 陆总 我们的人说 在一家诊所 看到一个找他很想夫人的人 找他相遥怎么样 那也不是他 陆总 你看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照片 这是在哪 立刻带我去 是 你好 千千 这位先生 你是来看病的吧 里边请 不过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千千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我 韩婷哥哥 有人来了 韩婷哥哥 你们认识啊 姐姐 你在胡说什么 我才说陆韩婷 他是尹牧尘啊 尹牧尘 谁啊 韩婷哥哥 你这个朋友 好奇怪啊 他就这样 天天 你们爸 跟我来 跟我来 我想他还是让你找到这儿 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潜潜 潜潜他 哈喽 他山下来受个重伤 脑子也不说了 他现在失忆了 只记得陆韩婷这个女 他一醒来 哭着喊着要找韩婷哥 李牧尘 你顶着我的身份 难道就不会心虚吗 心虚 我更多的是感到悲哀 你把潜潜伤的正式 结果他还是只记得你 陆安田 你到底有什么好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好的 这几年 我的确很对不起他 所以我一定会加倍补偿的 我现在已经找到他 我就一定不会再放手 不行 陆安田 你没有资格 潜潜他从来不是你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只是告诉 既然这道德 就不可能再放他 潜潜 我才是韩婷 你不是找我吗 我来了 我们回家吧 这位先生 我又不认识你 潜潜 你好好看着 我才说陆韩婷 你的韩婷哥哥 里面那个是冒牌货 这位先生 你再这样我就叫人了 韩婷哥哥 韩婷哥哥 坐手 安京姐 你看清楚了 她是尹慕婷 我才是陆韩婷 你的丈夫 吐好吐 陆韩婷 你别再刺激她了心 那我费了多大的功夫 才让前见 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了 韩婷哥哥 你叫她什么 那你是谁 她又是谁 你 你要干什么 虽然我一直看不惯你 但还是要感谢你 这段时间对浅浅的照顾 我会让人给你打一笔钱 但浅浅 我必须带走 姐姐 你醒了 我让张妈给你熬了点鸡汤 来 我喂你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韩婷 陆韩婷 小的时候 你经常来找我玩 总是在我后面 叫韩婷哥哥 韩婷哥哥 是吗 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 虽然 你确实有点熟悉 姐姐 你既然记得我 那你一定不会忘记我的样子 对吗 我不知道 我 姐姐 怎么样 想起来了吗 姐姐 我会用下半辈子 来好好补偿你 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我 姐姐 姐姐 姐姐你怎么了 乱停 你别过来 姐姐 姐姐 姐姐对不起 放开我 对不起 确实我的错 给我松手 你放开我 为什么我一直都努力地离开 你就是不肯放过我 姐姐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发誓 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对不起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只要你不走 做什么都愿意 姐姐 姐姐 你去哪 怎么 我去哪还用跟你报备吗 不用不用 我就是问问 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 你待着吧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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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 陆寒天 你要知道 有些伤痛 不是说原谅就能轻易忘记的 我知道 所以 我到底要怎么做 只要你肯原谅我 再看我一眼 我什么都愿意 那行 你别跟着我 我 把这个包下来 谢谢 好的 陆一 你怎么在这 夫人 陆总让我跟着你 并给了我这张卡 说您看上什么 就直接买 不用了 我就试试 陆总说了 只要夫人您试过的 全都买下来 不用了 我不喜欢 别 夫人你就别难为我了 陆总说了 如果您空手而归的话 就要炒我鱿鱼了 好吧 抱下来 谢谢 夫人请 晓晓 你回来了 逛得开心吗 嗯 陆总 看什么 没见过 确实没见过 姐姐 来 姐姐你坐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姐姐 我跟咱爸找了最好的医疗团队 就在私立医院VIP病房 每天都会有国内外的 顶尖专家会诊 你放心 咱爸的病会好的 谢谢 你不要跟我说谢谢 我对你做得太熟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十倍 百倍 千倍的补偿你 姐姐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真好痛 姐姐 你别怕 我送你去医院 陆毅 备车 我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了 他之前做了非法的身手术 出现了感染 导致身活 那 那要怎么办 可能需要有人 先献肾脏瘤 医生 用我的吧 把我的肾卷给他 是 你得自己考虑凶手 不用考虑 就这么办 医生 你务必不吸引些代价 把他治好 来 姐姐 不疼 姐姐 你好点了吗 听说 是你给我换的身 不过这不重要 都是我亏欠你的 对不起啊 姐姐 要是我早点注意 也说清 你就不会 好了都过去了 姐姐 你好好休息 再休息一周 我就接你回家 这一周 我每天晚上都陪你 好吗 好 安清 谦 安清 谦 你了把我叫 淑青孩子这么惨 我这就送你两生 一天 是 是你 安清 安清 医生 韩婷 韩婷 医生 医生 清清 你在关心我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我 我很高兴 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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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恢复得不错 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么快就能出院了 如果你想让你太太多照顾你一段时间的话 回家养的也是一样的 还没见过有人喜欢住院呢 倩倩 你还生我气吗 生什么气啊 你现在是个病人 把病养好再说吧 倩倩 你是不生气了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是默认了 你再不闭嘴 我可就不理你了 我闭嘴 我一切都听你的 嗯 韩婷 你不是说 要跟我一起吃饭吗 倩倩 我亏欠你太多 我发誓 后半辈子 我一定加倍对你好 再嫁给我一次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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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愿意嫁给陆寒婷 成为她的妻子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贫困 疾病 或者残疾 直至死亡 才能够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陆寒婷 你是否愿意娶安清钱 成为她的丈夫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贫困 疾病 或者残疾 直至死亡 才能够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现在新郎 可以亲吻她的新娘了 这就是 啊 啊